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现在我要去写一个小函数 就是我要区分 就是做一个分类 分类这个人有 就是在这个一岁内 有漏九帧 任何一帧都算漏 或者是没有漏帧 可以吗 我只是要算出这个值 这应该叫做分类 分类它是漏一帧以上还是没漏帧 我要区分出来 为了达到这样子一个分类 我就写一个if 如果这个值大于0 那就代表1没有大于0 就是例如说等于0 它就是什么 没有漏帧 可以吗 这是一个基本的分类 分类就用if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法属诱介新增资料 我们做的是遗税 新增资料行 你不要打到新增量子 遗税 遗税 然后怎么样 遗税注射日期 刮湖6月漏帧 可以吗 就是刚刚是两个月内的4帧漏帧 现在我要算的是6个月 6个月应该要打完那9帧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算出来 这个遗税注射日期 6个月 6月 它要是大于0 它就代表有漏帧了 不管是漏1帧也好2帧 最多也只能漏9帧 那为什么会漏到18帧 或者是16帧 那就是同名同姓 而且刚好漏帧数是一样 只要超过9就代表那是 因为我们去识别导致的结果了 好了我们来去用if 来请输入if 因为if用很多次 其实它跟以下的设定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我打了if之后 这边它是不是就自动跳出相关的函数 请点tap键 刚好就落在这个 逻辑值 逻辑的判断就只有6种 是什么大于什么 什么小于什么 或者是那个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跟不等于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数值 这个这个一岁注射日期6月 它要大于0 我们就给它1 大于0 好所以请用一匹来呼叫 这个6月tap键 然后大于0 可以吗 就是一岁注射日期6月大于0 然后逗号 再来是什么 给它1 不然就给它这个result vote就是0 然后右方enter 对不对 大于0的 只要有0123 甚至最多9帧 我都算0帧 就给它1就对了